完事後再用電線在他們熱壁 並把他們的肉魚片片的切下 裝在保鮮盒裡放入冰箱保存 在往後幾個禮拜的週末 約瑟夫開了一間燒烤攤 除了賣真正的牛肉外 也同時販售參入的人肉和豬肉 哈囉 任肖 今天來講個發生在美國的世界 約瑟夫梅西尼 是位住在美國巴爾蒂摩的卡車司機 1994年7月的某天晚上 剛加班完的約瑟夫 回到家時 卻發現自己的老婆帶著6歲的兒子跑了 只留下空域人的房子 老婆離開對約瑟夫來說其實無所謂 但把他心愛的兒子一起帶走這點 就讓他大為光火了 直到半年後 他偶然得知 自己那個有毒癮的妻子 原來跟著另一個也是毒蟲的男人跑 妻子除了下海賣銀賺毒品的錢外 還因為根本不管兒子 使兒子被政府單位給接手照顧 加上自己又因為有前科的關係 無法去社福單位把兒子給接回來 以上種種的因素加起來 讓約瑟夫終於忍無可忍 決定去找他們兩人報仇 他打聽到妻子與姦夫 常常載到天橋底下出沒 於是他就帶著一把斧頭 打算去橋下把他們兩人給殺了 當約瑟夫到天橋底下時 卻沒有發現兩人的蹤跡 但他發現了另外兩名 時常與妻子及姦夫 混在一起吸毒的流浪漢 可能是出於遷入的緣故 約瑟夫就拿起斧頭 把那人名無故的流浪漢給活活砍死 同一天晚上 約瑟夫在那附近發現了一名忌女 他先把忌女騙到天橋底下 希望能從他的口中 套出妻子與姦夫的下落 但當他得知這名忌女什麼都不知道時 約瑟夫就開始強姦這名忌女 並在強姦完後 把他給殺了 順手丟棄在一旁的灌木叢裡 約瑟夫接著又去右偏的另一個忌女到橋下 跟三個忌女一樣 約瑟夫先試著打聽妻子與姦夫的下落 打聽不成後 就把忌女給仙姦後殺了 但就當他正要把第一個忌女也丟入灌木叢時 他發現有個在河邊釣魚的黑人 目睹他所做的一切 於是約瑟夫就順手撿起一隻 吊在地上的鋼管 吵那名黑人的頭部猛灰 把他活活敲死 之後再拿一些石頭 綁在黑人及兩名忌女的身上增加重量 以便投入合理氣勢 約瑟夫之後回憶到 那是一個很忙碌的夜晚 因為在七個小時內 他連續殺了五個人 在氣死亡後 他用河水侵襲了身上的血跡 並稍微整理了一下犯罪現場後才離去 兩個多禮拜後 他被警方以涉嫌謀殺良民的他捍為有給逮捕 可惜法院再經過了18個月的調查 因為證據不足 約瑟夫被無罪釋放 重獲自由的他 又回到前公司上班 但只會從原本的卡車司機 變成了管理員 這也意味著他可以擁有公司大門的鑰匙 再加上公司本身處於比較偏僻的位置 這對愛上殺人的約瑟夫來說 可謂再完美不過了 這次他要去誘遍了兩名妓女 來到公司的拖車裡發生關係 完事後再用電線將他們熱壁 並把他們肉魚片片的切下 裝在保鮮盒裡放入冰箱保存 最後再將剩餘的屍體 埋在公司後方的樹林下 在往後幾個禮拜的週末 約瑟夫開了一間燒烤攤 除了賣真正的牛肉外 也同時販售參入了人肉的豬肉 據約瑟夫的說法 人肉的味道吃起來跟豬肉非常像 把兩者混在一起 根本沒有人分辨得出來 原本一切都進行了十分順利 直到約瑟夫發現 他人肉庫存快用完時 約瑟夫又用了同樣的伎倆 偏名妓女來到拖車裡 但這次不一樣的事 這個妓女趁著約瑟夫不注意時 成功逃出了他的控制 並翻越8英尺高 上頭還有鐵絲網的圍欄 然後攔了一台正好路過的卡車 再逃到最近有交易站報案 約瑟夫知道警察很快就會趕來 但他非但沒有半點想要離開的意識 還派輕鬆地整理好妓女脫下衣服 並走到公司大門把門打開 等警察上門抓她 警方從妓女口中得知 約瑟夫打算像殺其他人那樣殺了她 而約瑟夫也向警方坦誠 自己總共殺了七個人 並帶警方到公司後放了樹林 挖出兩名妓女被肢解的屍體 也帶警方回到天橋下 告知她拋屍的地點 可惜警方未能打撈到約瑟夫所說的那三具屍體 因為沒有證據 所以檢察官最終自己兩個謀殺罪 及一個綁架罪的罪名來起訴約瑟夫 在開庭時 約瑟夫除了大方承認自己的罪行外 也坦承自己很享受謀殺的過程 並不斷請求配神團可以判她死刑 她在法庭上這樣說 我永遠也不會道歉 因為即使道了歉 也是謊言 我寧願以死來清藏我所犯的罪 好讓上帝的審判我 將我永遠打入地獄 最終 約瑟夫被判處其徒刑 終身不得假釋 並於2017年死在了獄中 約瑟夫曾在犯罪自白書中提到 一開始殺人只是為了復仇 但卻漸漸的愛上血的味道 即殺人時那種主宰人命的快感 而我唯一讓她後悔的是 只有沒能殺掉她那不忠的妻子 及她的肩膚而已 她也不忘在自白書的最後提醒大眾 下次如果你在路邊遇到一間 愁眠見過的燒烤和汗食 記得在你咬下三明治前 想想這故事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自己正在吃的是什麼 喵喵喵喵喵